英哥因为盛产陶土又有台湾的景德镇支撑 不过好的陶瓷到底要怎么做 东森财经下来就要带您来体验 陶土定中心维持平衡 开动拉高后就像变魔术 在杯子碗盘间随意变形 陶瓷师傅要做成一个杯子 真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 就是可以把我们做得很不好的东西 帮忙我们一起修 修得很漂亮 我觉得他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踏板一下要轻踏 原来手拉胚就像开车 超速归速都不行 基本上我们在定中心的时候 速度会希望是快一点 因为它转速比较快的话 它能够你的中心会定的能够比较远一点 那再来一直到你开动跟拉高的时候 你的速度需要配合再慢一点点 因为你在拉高同时如果速度太快 离心力的关系 很容易就把你的土胚变得比较晃 完成的手拉胚晾干后 在1230度稍遥36小时就能在餐桌上派上用场 逛完鹰哥老街先别急着走 在距离20分钟车程的地方 还有一个景点让你可以体验自己做手表 就是做手表 因为我可以做自己 属于自己的手表 小小时音板分别叠上时针 分针秒针齿轮 装上电池时间就开始转动 背后原理可施大学问 时音震荡器 时音的确保某瓶通电会有来回震荡很稳定的频率 新北平关光工厂稳赚新台币 也帮西洋产业找到出口 东森采建新闻刘志宇家豪台北采访报导